第3179集 这 这怎么可能 觉察到守护圣光破碎 宇文姬神色大害 血液见光暴展 剧烈的疼痛迅速蔓延全身 宇文姬浑身灵气 差点被疼痛撕裂地粉碎 目光满是震步 夜晨这一剑伤得他很深 伤口几乎能够看到骨头 宇文姬自从炼成太上天守道以来 从来没有再受过伤 也没有流过一滴血 因为他的护身神通 冠绝诸天 几乎是无敌 没有任何人能够攻破 但这一下夜晨一剑 却是湮灭了所有守护圣光 狠狠重创了他 他整个人都懵了 完全想不明白怎么回事 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他的护身道法何等强悍 一切表面的攻击 刀剑拳脚等等 无论威力再怎么厉害 都不可能伤害到他 只有轮回天威 心魔袭杀这等法则层面的东西 才有可能让他受伤 你还是太大意了 夜晨冷冷一笑 背后却有一个巨大的轮回之盘 冉冉生腾而起 皮肤上也有轮回的纹路浮现 原来在刚刚施展旭月图天斩的时候 夜晨已经暗中动用了六道轮回法 借用轮回天威的杀法 一举撕开了宇文姬的防御 直接中创 这不可能 你的六道轮回法应该没那么强悍才是 宇文姬瞳孔一缩 看着夜晨背后悬浮的轮回之盘 直觉匪夷所思 上一次夜晨在祖龙神殿带走了叶洛尔 空气里残留着六道轮回法的气息 宇文姬清楚捕捉到 那时候的夜晨六道轮回威力有限 不可能伤害到他 但现在夜晨六道轮回法的威力 却比上次在祖龙神殿厉害了不知多少 直接攻破了宇文姬的防御 我的境界岂是你能懂 夜晨咧嘴一笑 眼眸杀鸡森森 并没有解释太多 其实当初他离开祖龙神殿后 吞噬了轮回道骨 从那时候开始 六道轮回法的威力就提升了一个台阶 虽然还是很弱 但对付眼下情况应该差不多了 宇文姬没料到这一点 顿时阴沟里翻船吃了大亏 宇文姬浑身震孔 他已经是打醒十二万分的精神 出发前屡屡提醒自己 千万不可有丝毫大意 但可惜 在战斗关头 他近战优势还是大意了 这一下 夜晨轮回天威爆发 直接撕裂他的防御 一箭差点将他腰斩 他受伤极重 少主 一众明龙神族的强者们彻底震撼了 宇文姬何等实力 居然会被夜晨中创 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魏颖和几思青看到宇文姬落败 同样感到匪夷所思 他们完全没想到 夜晨真的有机会击败宇文姬 夜晨看着宇文姬狼狈的模样 内心之中自然是无比畅快 有着复仇的兴奋 不过夜晨头脑也很清醒 他很清楚 这次能够重创宇文姬 完全是侥幸而已 如果宇文姬没那么大意 夜晨未必能够战胜 毕竟宇文姬的实力 实在比夜晨高出太多 夜晨能够把握机会一举重创 实在是他战斗经验丰富 不屈不挠 终于在绝境里找到一丝生机 但下一次可未必会有这么幸运了 轮回之主 恭喜你击败了宇文姬 轮回墓地里 天忧禅女也发出喜悦的声音 恭贺夜晨 能够战胜如此强敌 夜晨的武道心境 必定能进一步突破 而在说完这句话后 天忧禅女的身影 却是渐渐淡化下去 前辈 夜晨呼叫一声 却发现天忧禅女 为了帮助自己 轻住掉全部能量 现在神魂已经支撑不下去 快要消失了 请快挽救我的真身 不要让我哥哥去冒险 下次见到我哥哥 记得 替我向他问好 天忧禅女微微一笑 身躯渐渐淡化 最终彻底消失 在消失之前 她还念念不忘 惦记着她的哥哥贪狼大帝 前辈 我会的 夜晨握了握拳 天忧禅女的真身 她自然会想办法去挽救 轮回墓地的告别 只发生在刹那间 随着天忧禅女消失 夜晨却感到浑身一阵发虚 属于天忧禅女的能量 瞬间抽离 夜晨的修为 又恢复到了本体的 乾坤镜四层天 而且刚刚大战 气息虚浮不已 斩草除根 夜晨目光一寒 知道自己支撑不了多久 必须立即斩杀宇文姬 像宇文姬这种高手 只要有机会喘息一口气 无论再重的伤势 都可以恢复 所以绝不能给她 任何喘息的机会 用夜魔盾 给我镇压 夜晨抱贺一声 黑暗圆服催动 一缕缕黑暗圆气 凝聚成一面巨大盾牌 狠狠从天际拍下去 要一记盾机 将宇文姬碾压 宇文姬大势震害 如果换作平时 区区一招永夜魔盾 他弹指尖就可以抵挡 但现在他重伤之下 却是丝毫抵挡不了 阿比之门 降临 危急关头 宇文姬寄出了一纸符罩 催动法宝 在出发前 陈苍生将阿比鬼窟门 借给他 这一下真是救命了 浮罩燃烧 灵气喷勃 煞时间 宇文姬体内 就冲出了无穷鬼气 无穷黑气 一下子化作一尊 巍峨古朴的漆黑大门 悬浮在空中 正是阿比之门 夜晨的魔盾 狠狠拍击过去 却被阿比之门挡住 甚至整面盾牌 都被吞噬了 空气之中 出现了千万恶鬼的嚎哭 一缕缕阴魂 一头头猛鬼 从阿比之门里冲出来 瞬间遮蔽了整个天空 如末日的阴霾 阿比之门 夜晨脸色微变 他以前也见识过阿比之门 不过都是虚影 但现在 出现在他面前的 却是真正的阿比之门本体 不再是什么虚影 这扇阿比之门 鬼气森森 气息实在太磅礴了 也不知陈苍生淬炼了多少年 耗费了多少天才地宝 这法宝一寄出来 天地鬼哭 阴风惨惨令人动容 轮回之主 幸好我还有后手 否则真要阴沟里翻船了 宇文姬身躯颤动 化成人形 摇摇晃晃站了起来 夜晨这一剑 伤得他极深 好在最后关头 有阿比之门救命 宇文姬浑身冒出了 疼疼白烟 伤口迅速恢复着 像他这种高手 只要缓过一口气 就能够迅速复原 你想恢复 没这个可能 夜晨冷哼一声 身躯抱舌而出 一个玉壶滴溜溜旋转着 从他体内飞了出来 一缕缕幽蓝纯净的泉水 如星河般 从玉壶里流淌出来 化作一条条的水龙 往那阿比之门灌注而去 这是净龙泉 怎么会有这么多 见状 宇文姬神色顿时大海 这一刻 夜晨释放出的泉水 正是净龙泉 传说是源自 太上世界的圣物 早在万年前 就已经断流 他完全没想到 夜晨一下子 居然会流淌出 这么多的净龙泉 简直是星河般磅礴 这些净龙泉 对付恶难灾气 龙族鸣器 有极强的净化效果 对明龙神族的血脉 也有一定的克制 浩瀚的净龙泉 铺天盖地 倾注到阿比之门里去 一生生凄厉的惨叫 顿时响起 环绕着阿比之门的 诸多妖魔 诸多恶鬼 在净龙泉的冲刷下 一下子蒸发 如鸡血般融化 阿比之门深处 陈苍生沉淀了 数万年的明龙真血 也在瓦解 被净龙泉冲洗掉 彻底净化 眨眼之间 整扇阿比之门 洗尽鬼气 显露出古朴 干净的质地 是一扇黑药石 雕琢的大门 大门上面 无数古老的花纹环绕 衬托着三个 图腾般的字符 这三个字符非常古老 似乎是太上世界的文字 全场几乎没有人认的 但这一刻 叶辰靠着前世轮回之主的记忆 认出来了 是红天经三个字 红天经 这是一个人名 为什么会刻在阿比之门上面呢 这个人也是上位者 他和太上天女有仇 叶辰一瞬之间 吉摩之童贯穿重重迷雾 似乎隐约间 窥见了许多秘密 这三个字毫无疑问 是太上天女 镌刻下来的 上面有她的因果气息 隐约间 叶辰感觉到 这个红天经 是真正的上位者 昔日和太上天女 争锋的存在 这个上位者 在天人狱 叶辰冥冥之中 感到极大危险 似乎有一把刀 悬挂在自己头顶 这个叫红天经的家伙 绝对是一个上位者 前世让轮回之主 无比忌惮地存在 叶辰吉摩之童洞察之下 似乎看到这个叫 红天经的上位者 被封印在天人狱 周身有无数锁链束缚 受尽痛苦 甚至隐约间 叶辰还捕捉到了 燕长歌的因果 燕长歌 是前代心魔之主 被上位者 一根手指头碾死 出手拈死燕长歌的人 正是这个红天经 叶辰的吉摩之童 天机洞察能力非常强大 现在一看到红天经三个字 就窥见了无数画面 洞悉无数因果 小子 你敢回我法宝 宇文基看到阿鼻之门被净化 顿时气得吐血 这可是陈苍生 借给他的法宝 现在被洗掉所有鬼气血气 等于是彻底毁了 他回去后 没法跟陈苍生交代 诸多明龙神族的强者们 也是彻底静待了 没想到 叶辰有这么多的净龙拳 一下子洗清了阿鼻之门 阿鼻之门遭到净化 宇文基也受到牵连 内脏受反噬 鲜血狂喷 剧痛蔓延全身 继继继继继继续